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又利用敌人传达给了顺机 两杯啤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讯进行得怎么样了 再过三十分钟一切就清楚了 我提出了这个娘们无计可施的材料 她无言以对 请 这要是事实的话 你简直不赐于阿鲁信鲁广 卢广还是特朗斯 都是文学家们度转出来的人物 而我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人 等着瞧吧 可老子上校也不能无视 我已向中央情报局如实汇报了 这下暴露出她那么信任的顺机 是个红色间谍 她该完蛋了 卡尔 我代替她的位置的日子还会远吗 嗯 为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不脑打手 对不起 你转发了 能力是自己的 答案 你真的抑郁 也是不脑振 imagery 对不起 我交给你 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可以坐下来吗 可以 上校阁下 我在最后陈述前 拜托一件事 对这个底片做指纹鉴定 中尉 我丝毫不怀疑在那个底片上有任何的指纹 不过你要求的话 那就坐吧 卡尔 在 做一个指纹鉴定 好的 你的要求就是这些吗 是的 那你讲吧 上校阁下 还是在指纹鉴定出来后再说吧 对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王兄房间里说的话 李宗盛 底片上出现的指纹是 马亭上校的情报员鲨鱼 你说什么坎儿 我已经在事发当日做了指纹鉴定 那时什么指纹都没有 你没有将指纹鉴定报告给克劳斯上校吗 我当时口头汇报了 上校阁侠 你想起来了吧 克劳斯想起来了 那时确实是没有指纹 这一定是鱼鳞为救顺基而设下的圈套 那么顺基分明是和鱼鳞有关联的红色间谍 不过克劳斯现在不能承认这一点 我没有接到那样的报告 我上校阁侠 值班军官吗 请马上逮捕马亭少校的情报员鲨鱼 上校阁侠 他从昨天开始不知去向 什么 马亭 你的鲨鱼到底去哪了 我也不清楚 什么 现在 由我来说吧 马亭少校确实是一位忠实的军官 不过由于他个人的野心和疯狂的升职欲望 他被敌人利用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 由我来证明吧 上校阁侠 马亭少校的情报员鲨鱼 确实是共党的探子 他怕暴露自己组织的秘密 故意杀害了出现在旧城门址的联络员 这一点马亭少校也清楚 前几天 袭击共党报员时 不知是谁事先告诉了他 我认为 这也是鲨鱼干的 因为第一个闯入共党报员家的就是鲨鱼 进屋之后他们之间究竟说了神呢 只有上帝才知道 所以这个报员才能突破成为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污蔑 毫无根据的污蔑 鲨鱼是真实的情报员 少校 我没给你发言的权利 继续讲 中尉 去年我们在袭击桂林印刷所时 马亭少校当场枪毙了 我们要活捉到共党报员林洪直 你是受了谁的摆布 这肯定也是鲨鱼 你知道你的探子台湾记者王兄 拍摄了蒋介石克拉克秘密协定的原文后 交给了共产军的事情吗 稍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 从记载在共产军国家协定原文的照片中 对照了协定签字时参加人站的位置 及摄影角度得出的此照片是王兄拍摄的结论 因为签字一事时 正是他作为他父亲的翻译站在了那个位置 胡说 这是弥天大谎 马亭少校 战地通讯记者中村先生可以作证 必要的话 我可以提供那盘磁带 住嘴 你 你说 你当时为什么拿着手电筒出现在机密室走廊 那是谁说的少校 是不是共党探子鲨鱼说的 众位 你所说的马亭少校的个人野心是什么 我已经就有关的问题向上校汇报了 马亭少校很久以前就盯上了上校的位置 所以他才为了 除掉上校的得力助手而煞费苦心 这是你的推测吗 不 这是马亭少校亲口说出来的 对此在座的卡尔尚未也可以证明 卡尔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说吧 是事实吗 那不是谎言 刚才马亭少校在本部食堂讲了这样的话 什么话 说 克劳斯上校马上要完蛋了 他马上可以接替克劳斯上校的位置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好 我 济顺基中尉 听命 根据远东军总司令官 马林德布鲁克拉克将军的委托 我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为自由世界勇敢战斗的您 授予上位的军事称号 恭喜你 非常感谢上校 谢谢大家 敌人的停战阴谋就这样爆发了 因此事件有关交换俘虏协议的事项泡汤了 在板门店进行签字仪式的场馆建设也停止了 预定的所有双方会谈也被迫流产 对卑劣阴谋的抗议在敌人内部也传开了 丘吉尔在下院的政策演说中斥责了美国的政策 印度和瑞士也发表声明考虑承担中立国地位的义务 受到我方强烈调调责的美帝国主义把责任转嫁给了李承晚北邦 以所谓说服他的借口把国务卿 罗伯特逊派到了南朝鲜 今天早晨政府代言人葛洪基情报处长 发表了如下有关罗伯特逊和李承晚总统的 第一次会谈的内容声明 我方多人否决了目前的停战协议 如果联合国要签协议 韩国军队就将脱离联合国军继续进行战斗 如果美国有尽快签订韩美防卫条约的用意 我们也可以考虑自己的主张 不过休战后预定要开的政治会议 必须限定在三个月期限内 目前尚不能预测战争的命运 这里是汉城KBS 雨林对顺激的被释放 极度兴奋之情尚未平静下来 此时发表的618俘虏释放事件 使他陷入沉思 雨林向本部的报告强调 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内有一定的反对声 但停战基本上是定下来的 不过此次发生的事件 明显否定了他的结论 如果他的主张是错误的话 雨林的工作将犯严重的错误 到底罗伯特逊是带着什么指示来的呢 战争还是凶战 此事只有科尔滕知道 罗伯特逊第一个见的人 就是科尔滕 珍妮特说 他丈夫近期在护卫森严的秘密别墅里 与罗伯特逊见过面 那里没让珍妮特通过 怎么办 科尔滕参加了里程晚 罗伯特逊的会议 知道会议内容的唯一办法 就是要见到他 不过现在连珍妮特都不知道 科尔滕所在的位置 我与他素不相识 想见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需要帮助 雨林 请进 打扰了 没关系 假夜班吗 是的 这段时间堆下了不少事情 真羡慕你的充沛经历 我已经老了 老了 快做事吧 我稍坐一会儿就走 继续吧 非常感谢上香 感谢什么 过去的一切 我也是 这么年轻的小姑娘 竟敢跟我老练的克罗斯斗 我输了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然而这却是事实 我第一次是在哪儿 进到她的呢 想起来了 是她和老狐狸 一起冲过边界线后 后来还一起去了节目岛 我和这个女子 一起共度了战争的三年时光 在这个世上 我唯一信赖的女人就是她 不过 她是红色间谍 这个小姑娘 她知道什么是间谍事业吗 她现在顶多能有二十七八岁 此时的她正是享受人生谈情 说爱的年龄 为什么选择了这么危险的路 图名誉 还是图金钱 不 都不是 她的身上有一股超越死亡的巨大力量 可怕的力量 这姑娘知道我要杀她吗 太可惜了 不过 我已经不能放过她了 我知道 这家伙在想什么 一定是要杀我 他一定会悄悄地除掉我 到底是什么时候 今天 还是明天 离开这里如何 不行 现在榆林 必任何时候都需要我的帮助 命运已经决定了 我最终会死掉的 不过 我到最后也不会离开这里 再较量一次 可老死 这我起来 下车 都怪不好 不错 下车 还是 又 回忆过去都留下什么 乱糟糟的人间垃圾 在过去的时代里还能留下什么 不要气那少校 我也有过像人的生活 那是你连做梦都没见过的那种幸福 幸福 人 人是什么 听我说 人就是动物界的一个禽兽 人也有动物所具有的兽性 知道吗 你要牢牢记住 这就是我马亭 走之前所留下的话 你要走 去哪里 我被遣送回国了 在同其他禽兽的战斗中伤痕累累 我被撵出来了 那我呢 所以我才来找你的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这一走就不能再照顾你了 这样吧 我还记得我曾经忠告过你吗 去找珍妮特 去告诉他云林是什么样的人 CIC的话他未必能信 不过云林朋友的话他会相信的 那也是你唯一的出路 如果珍妮特也不相信鱼林的话 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此事应该早点下手才好 我已经是来不及了 到底为什么这样 都是因为那个瞬机 我也没料到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到底鲨鱼这家伙怎么留下的指纹 该抓住那家伙 鲨鱼已经被杀害了 你怎么知道的 几天前我亲眼看到的 是谁干的 有一个韩国军官 开着鱼林的车 向他开枪后跑了 你怎么现在才讲出来 Mart 你这个笨蛋 现在一切都要搞清 瞬机 每个狗崽子和Klaus都要干掉 溜水 已经来不及了 Klaus不想听我的解释 米里夫人也走了 level state 不过现在还不能让你露面 我走了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等着我回来 你对我是举足轻重的人 我等你的好消息 你对我是举足轻重的人 再见 嫖悟感觉到自己已到了悬崖边了 很久以来作为主子的走狗 为他们不惜害了数千名同胞的嫖悟 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关照她 她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现在的她 吞咽着失败的痛苦 以及对于林和顺基的仇恨 使她胸中燃烧着熊熊的复仇火焰 正因为这残忍的欲望 嫖悟危险地存火下来了 这女子就是香港的红色间谍 在榆林到达前两天露馅了 现在已转移到地下了 是那个今年春天见过珍妮她夫人的香港女歌手吗 是的 她当时在汉城滞留了三天后回去了 她在香港是位著名的歌星 珍妮她 今天早晨珍妮她接受了克朗斯的访问 她从克朗斯那里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就她唐兄念讯性命的蔡阳 是北朝鲜间谍机构的情报员 这是事实吗 那么于林不也是红色间谍吗 珍妮她简直不敢相信 因此她在三小时之前来到了静静的湖边 努力摸索自己曾经的记忆 夫人 打扰你了真抱歉 你是谁 我是为了见你联系三天来这湖边的 认不出来了 认不出来了 你到底是谁 我是为了见你联系三天来这湖边的 去年的圣诞晚会上作为于林的朋友见过夫人的韩国陆军报道处长朴鲁 想起来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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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为了接近科尔堂阁下才利用你 这是他亲口说的 行了 那为什么不逮捕他呢 因为没有证据 另外到处都有他的亲信 甚至在CNC也有 许多人因为他而被毁灭了 马亭少校和我也都是因为他而失去了自由 这回该轮到夫人了 快走吧 那么以后再来拜访夫人 再见 优优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夫人 我们已经获取了把我们战争的重要情报通过榆林传到敌方的确切资料 什么事 我是值班军官上尉 警备军官哈利森报告 科尔滕夫人要求与克拉斯见面 科尔滕夫人 什么事 她说只能跟上校讲 听说带来了重要的情报 让她等一下 请联系克拉斯上校 上校在打字室正在写重要的报告 因此她不让接进去电话 请转告有紧急的事 知道了 什么事 上尉 科尔滕夫人要求见面 是吗 精灵到我的房间 我马上就去 知道了 珍妮特的出现是顺机感到很吃惊 顺机知道 克拉斯几次找她都遭到了冷带 可是现在 她为什么亲自来到这里 她与克拉斯的话题 只能是榆林 那么 珍妮特带来的情报 也只能是对榆林的搞法 不过 顺机还没有想到 窃听他们密谈的方法 于是 她为了争取思考的时间 故意绕过很远的楼梯 才来到克拉斯的房间 请进 请夫人稍等一会儿 欢迎您夫人 您好 少校 请坐 上位 去做你的事情吧 知道了 上校的话完全正确 于林是可疑的人 他是间谍 有证据吗 叔叔带着代表团来朝鲜 是因为榆林的信 这我也知道 这些天 榆林每天催着要见我丈夫 说是因为股市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情报 那你就这么跟他说 虽然见不了你丈夫 不过可以给他看你丈夫的绝密文件 哪有那些文件呢 我丈夫什么文件也没有带过来 这些文件由我们来准备 关键是必须在犯罪现场将他擒住 稍等一下 马上准备 我我以为你 好看 你 顺及 已经太晚了 夫人 我给你一个忠告 在我找你之前千万不要外出 这与夫人自身的人身安全有关 有必要的话我会直接找你 榆林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下 是 知道了 可老子上校吗 是我 上校 华盛顿来了急电 说几天内中央情报局检察团来调查本部工作 检察团 是的 重要的是与梅丽夫人一起回去的马亭少校 这次作为检察团成员之一来我们这里 马亭少校 是的 可能是他先上级起诉了又该乱了 这样下去跟你约好的登山永远都去不了了 我是金顺基上尉 交代你工作 直接到我这儿来 是 是 请进 啊 是你啊 是你啊 瞬机上位 我有事向你通报才叫你来的 明天下午三点有几名机关的军官密会 在什么地方 为了躲避人们的视线 定在抚平界线的秘密别墅 三点前到达 知道了吗 好了 回去吧 这分明就是为了杀害我的谋略 尽管的秘密聚会 尽管的秘密聚会 在郊外的树林里举行 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难道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吗 明天将会决定一切的 明天将会决定一切的 现在还来得及跑掉 不行 不能那样 那是背叛 我要是离开的话 鱼伦同志就有可能在敌人的包围当中 遇到危险 他现在还因为 科尔腾的问题犯愁呢 如果我明天把珍妮特消灭掉 会怎么样呢 他既然是克劳斯的同盟 就应该把他消灭掉 他要是死了 科尔腾一定会参加他的葬礼 对 这才是将 科尔腾找出来的唯一办法 你会再给我们吧 在社交刑 这当年是克劳斯的 我和你也有这些人 练过审章 的这些人 我去证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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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璃 那件事不要再讲了 一切正常了 请不必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